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是梅 今天我站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见证 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二 也就是10月11号 我和我的朋友 他也是一位传道 我们就一起相约 到吉隆坡去探访我们的哥哥 也顺便帮我的哥哥做 哥哥的新家做一个捷径的祷告 所以就在我们回到槟城的路途的时候 还有两个kilometer就到日本德报了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和我前面的两辆车 我们都是在Fast Lane 而我们的左手边 也就是Slow Lane 有一辆在这10辉的罗里 它是属于不会很大辆 但是就是中型的 然后我们的时数 都是保持在100到120之间 因为我是在Fast Lane 然后我前面的两辆车 第一辆车是在罗里的车头旁边 第二辆车 它在罗里的车身中间 而我是第三辆 也就是在罗里的车尾 然后当我们还在走着 还没有超越它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一瞬间我们听到 啪的一声 然后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只是看到一团烟 然后还有那两罗里的 打压的黑色碎片 就这样子喷起来 然后那一秒过后 我就看着那个罗里的车头 它直接沉下来 然后失控的滑向 我们右手边的divider 就这样撞了下去 然后第一辆车它有幸 它就逃过了 然后第二辆车和我还没有出来 还在那个fast in 然后就在我想着 我要怎样面对的时候 在我前面就是那个罗里的车尾 它车尾的那一轮胎也跟着包 所以也是pop的一声很大声 然后我也是看不到东西 看到那个车轮的碎片 就这样飞起来 然后那一秒 我完全是不知道 我要怎样去反应的 然后我只是抓着船道的手 船道也抓着我 我们要怎样 然后刚刚好 我们就看到 我前面那辆车 它就转左边 直接转出来 我也没有想这样多 也没有看我的旁边的车进室 后面有没有车 我也跟着它转 就在我一转出来 左手边的时候 我右手边的后面那辆车 来不及停 它直接撞向罗里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我们就出来了 就平安了 我走了一段路之后 我再停在隔壁的 下来检查我们的车 然后我再回头看那辆罗里 它的车头是整个 就是在 divider那边卡住 然后 道路上也在那个时候 开始才有很多辆车 所以回想起之前 我们卡在那一段路的时候 真的是 右边我们已经不能够再走了 但是左边上帝也帮我们开路 所以真的是两千年前 上帝在以色列帮他们开了那条道路 而今天相同的 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 他帮我们打开了这条道路 所以我们真的是毫发无伤 车身也没有事情 然后我还下车检查了我的车后 然后晚上回到家 我才发现 原来我 我车后的东西 全部是跌下来在车的地上的 所以还真的是 很感谢很感谢主 所以一切都 平平安安 毫发无伤 车身也没有事 所以我们真的是 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 Amen